HELLO 大家好 我是喬老師 又帶到了喬老師的工具開箱時間了 那最近其實有非常多朋友跟我們的網拍買東西 那其實我們在處理網拍的過程 有很多朋友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例如噴槍怎麼使用啦 為什麼我的漆倒到噴槍裡沒辦法噴 噴槍品質要怎麼選 我的預算多少錢 我應該選什麼樣款式的噴槍 基於這麼多大大小小的問題 那因此喬老師來拍一篇噴槍或噴筆的工具介紹 其實噴槍噴筆的種類非常多 那我們分成兩集 那這一集我們會是低價位的噴槍 那所謂低價位的噴槍我們落在3000元以下的這個價格範圍內 那我們第二集會再是高價位的噴槍的介紹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從低價位的噴槍開始吧 好的 看到我桌面上啊 現在呈現了一共6款 那最便宜的噴槍還比400元而已 那最貴的其實也只不過就 2600-2700左右的噴槍 這幾把喬老師個人都有用過 那最便宜的噴槍跟最貴的噴槍 它的差異在哪裡 其實就是在一些它的金屬加工製程啦 然後它的一個表面上的處理 當然它的精度也是會有差 它的精密度也是會有差 首先我們先介紹這一款 它的售價差不多落在400元以內 跟我們之前介紹過簡易型空洋機組 銅捆的一把噴槍 從外觀看起來啊 感覺它不就是一個噴槍造型嗎 它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可以看到這個細節 這個金屬加工的細節你從這邊看 像這個金屬加工啊 它的一些這種金屬的屑屑啊 它都沒有處理得非常完整 400塊而已你要要求什麼 它能噴就好好不好 第二款我們介紹這把曼巴的噴槍 那它的價位落在800塊台幣 然後可以看到它的這個板機啊 它的板機這邊設計啊 它是比較長的 那這個就是可以微調幅度比較大 所以雖然它落在800塊 可是它的整個質感還不錯 待會我們就會一一測試給大家看 再來我們介紹這一款射手作的噴槍 那我們從它的外觀可以看到 它用一個這個盒子 雖然它的價位啊 只有在1380塊 可是光很多玩家看到這個盒子啊 就高潮了 然後再來打開裡面的配件也非常豐富 它裡面除了噴槍本體以外 這是0.3的口徑 那它多附了一組0.3口徑的噴嘴跟噴針 那你做替換 再來第四款我們介紹這個台灣製造的 先贏算是中高價位的噴槍 BHR-3100AH 那其實你們可以看到 它這個裡面的配件也蠻豐富的 它就是可調式的噴槍 它的噴槍這邊可調它的風量 它還有另外附兩個更大容量的7秒杯 可以讓你置換 再來我們看到這一款 它其實是台灣David Studio 推出的0.3的噴槍 那它的價位差不多在1850左右 除了它的噴槍整個使用起來的效能很好以外 它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它可以提供客製化服務 讓我看到這個是 Mr.Joe Model Studio的標誌 好最後我們介紹到這個是鹽田 日本鹽田製造的NEO系列的0.35的噴槍 那其實從外觀到它的這個裡面的包裝啊 就覺得它非常精緻 那裡面還另外額外多附了一個小的小西西素的噴杯 可以讓玩家做替換 好那我們現在進行我們的噴槍實測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從最低價位的開始測試給大家看 喬老實的習慣 就噴槍一拿到啊 會先用一般的溶劑啊 或是工具清潔液都好 我們先把這個噴槍先倒一點溶劑下去 那我們會先做速杯的動作 我們會先壓著噴頭 或者是如果今天噴頭前面不是這種平的標準型的噴頭 我們就會轉低耳環 OK 這樣一樣的結果 那輕輕的壓噴槍 然後讓它逆流速洗 稍微的用濕紙的力道 稍微讓它逆流 如果今天是新的噴槍 它裡面一定會有一些 就是在金屬加工時候製成的一些油漬 或者是你今天拿到的噴槍 如果它我們今天用這個先塑洗的時候 如果發現它不順我們就可以再做一個清潔的動作 OK 我們就準備好我們的漆料 如果今天我們是要噴塗的話 選用的是這種油漬漆 消雞漆的話 那它的溶劑的比例啊 漆料是1 那溶劑是1.5到2.5就是中間的range 太濃的情況就是噴不動 那如果你今天拿回去一支新的噴槍 絕對不是因為噴槍壞掉噴不動 是因為你漆料完全沒稀釋 它當然噴不動 那現在小老師已經把漆料稀釋完畢了 OK 我們針對兩個重點 一個是針對這個噴槍它的噴服 跟它的擴散效果 大概是什麼樣的情況 那再來就是第二個階段 就是針對它細線的挑戰 它可以噴到多細 細膩度 好這個擴散效果 那再來我們就噴一條細線條 不是我故意喔 噴起來真的是這樣 這沒辦法咩 我沒有故意演 它就是不見了 好 那那四百塊嘛 實測噴一個零件 好接下來我們測試第二把 這個漫巴這個牌子的噴槍 先測試炸面積的感覺 先測試炸面積的感覺 第三組我們測試 射手座這一支0.3的噴槍 OK 來挑戰更細的線條 從這裡可以看到啊 它從這個最細的線條 這邊的表現 一定是不夠順暢 然後到後面這邊 那在中段的這個線條 是OK的 可是應該我們也很少會噴到這麼細的線條 在模型製作上面 除非你今天是做一些噴滑的技巧 然後再來我們實測這個 先贏的0.3噴槍 它跟前面三款比較不一樣 它多了一個這裡 可調式的 就氣壓在可微調的旋鈕 測試這個旋轉細線的表現 哎唷 哦 美麥 大面積 Davis Studio的0.3的噴槍 我們又針對它這個曲線 放起來很細 不要碎 它這樣就很細了 它這樣就有了 它其實最細的線條表現 其實是有達到的 再來我們進行低價位組裡面 最後一把鹽田NEO系列的噴槍 OK 有沒有 我斷七 順 好 好啦這個就 很明顯啦 這支片還要拍嗎 就花那麼多時間拍完然後 大面積的噴土給大家看 好我們經過一個下午的測試就是我們的噴槍介紹的第一集 那這一集我們針對鬆低價位然後來實測它每個 比如說它的霧化效果的表現啦 然後它的細線條的表現啦 那我們從圖中可以看到 就是 低價位的噴槍 它當然它基本的噴塗一定是沒問題的 我建議大家可以用在比如說補塗或是一些底色的上色上面使用 那比較高價位的像是我們測試起來評鑑效果最好的這個鹽田的這個NEO系列這一把 我們就可以針對比較細節的細修陰影效果的處理 甚至於它可以表現到這種極細的線條 那如果你有需要在作品上有需要這樣的表現就可以選用這一款 那其實我們今天拍這個影片是要讓很多那種初階玩家知道 就算是這種最便宜最爛的噴槍 它也是可以做出噴漆 然後也是可以把漆膜完整的覆蓋在零件上面 所以記得你會噴不出來 你就是太濃漆太濃要記得吸濕要拿到對的容器 吸濕正確的比例一定可以將你的作品改造到你要的顏色 OK那其實我們這每一把噴槍我們都有販售 那你可以在我們影片下方的說明裡面 都會有每一把相對應的噴槍的連結 那如果沒有的話表示它現在缺貨啦 好的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初階噴槍的開箱 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那再來會有下一篇高階噴槍的介紹 那如果你對模型製作或者是工具開箱 有什麼問題跟希望我們開什麼的 請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好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點訂閱跟訂閱 其實啊 喬老師有覺得 我們的訂閱數量一直衝不起來 所以希望你不要只有看而已 要幫我們訂閱點下去那個訂閱 還有旁邊那個小鈴鐺 要把它點下去 讓喬老師看到我們真正的訂閱數量 越來越增長 那喬老師就更有動力去拍更多的模型教學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現在要洗這些噴槍 你給我600 你洗到什麼時候 而且我今天小助手竟然出國玩 所以我要自己洗噴槍 不行啦 他這個每個噴槍就是要每一個噴槍洗的 這也不能偷啦